什么 我牙膏里面居然挤出了奥特曼 我的天哪 奥特曼牙膏里居然有稿色 还去黄金皮家 这也太神奇了吧 这也太好玩了吧 刷了这么久的牙 还第一次听说 难道说只有城里面的牙膏 才能挤出奥特曼吗 我们得去村里面的小卖部看看去 来脑上是在 你脑膏里能开出来的居然 我都把老板给问懵了 这钥匙真开出来 难给老板看 我会不会挨揍 全部买来了 一共有七种 你们看平时有没有用这样的牙膏 我们就看看这里面到底有没有买去 没有 第二个 也没有啊 难道说只有特定品牌的牙膏才会有吗 这个也没有 只剩三个了 我感觉越来越渺茫了 真的是城市透露声 骗我来农村 没有 这些牙膏都感觉可以用一年了 只剩下最后一个了 我估计可能性也不大 看来 有货有货有货 真的啊 瞧 天呐 一个 两个 三个三个 我的天呐 这三个到底是啥 是尤达 那是海鲍奥特曼 我们洗赶紧看看 居然是三个 我估计 你瞧 真的开出来了呀 一下就开出来三个 你就说路姐牛不牛 小伙伴们想不想知道这里面的秘密 为什么路姐就开出了奥特曼呢 来 看五分钟之前 没错 其实啊 这个跟包装 跟任何品牌 没有任何关系 就是通过剪辑 提前放进去的 所以呀 小朋友们 千万不要学着去 买牙膏看玩具 浪费可耻 牙膏是用来刷牙的 可不是用来玩的 STOP